最後一個內容是空氣污染 地科的結束 快結束也會再講一遍 空氣污染 就是空氣中煙囪 什麼汽機車 排放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把空氣的成分改變 有一些壞東西 傷害我們的健康 叫做空氣污染 叫做空氣污染 那麼空氣污染來源 就是工廠 什麼汽機車 台灣的主要的空氣污染源 就是汽車跟機車 然後呢 污染源也可能會變多 因為人多了嘛 這些髒東西就變多了 所以燃燒煤跟石油 比如石化葉 但是台灣主要 在台北市 主要就是因為汽機車的關係 高雄可能有那些石化工業 在燒東西的結果 然後呢 一個叫做一氧化碳 這是空氣污染 一氧化碳是空氣污染物質 二氧化碳正常燃燒會有二氧化碳 氧氣不足就產生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有毒 所以每年的冬天 就會有一些一氧化碳中毒 然後呢會有一些死亡或什麼這些現象 然後流氧化物 就是 煤啊或石油中有硫 燒完之後就有硫氧化物 然後硫氧化物呢 後面就會造成酸雨 還有本身就會造成呼吸道的傷害 還有所謂的 氮氧化物 講過了 但本身來講 並不容易反應 可是高溫之下會作用 所以汽車引擎會產生氮氧化物 然後也是一樣 本身有害 然後會形成酸雨 然後因爲酸雨 然後空氣管有什麼樣的傷害 就是這些東西本身 這些二氧化流 二氧化氧 本身就會有一些呼吸道的問題 造成這些狀況 然後呢 它還會溶於水之後 會形成酸雨 酸性 所以會腐蝕大理石 碳酸鈣加西酸會作用 改變核窗 補活 土壤的酸鹼性 所以生涯造成影響 造成影響 是它的酸雨的問題 酸雨的問題 OK 然後這些還有懸浮為例 就是沒有燒乾淨的 是一些渣渣灰塵 一些細細的小東西 就會造成所謂的烏煙瘴氣 你們學過什麼英國倫敦悟都啊 就是工業的工業革命的時代呢 都是一些小些東西 小小的髒東西 小灰灰小灰塵之類的 小顆粒 烏煙瘴氣的狀況 好 那我們有個空氣污染指標PSI 這是美國來的 不過美國已經改成API 我們還叫PSI 空氣污染指標 表示空氣污染的程度 我在第一課的時候 簡單講一下它怎麼弄的 你就先不管 我們反正我們就監測幾個東西 我們監測懸浮為例 我們監測臭氧 我們監測二氧化氧 我們監測二氧化氧 監測二氧化氧 監測這些東西的濃度 然後呢 一種濃度就給一個數字 然後我們就五個數字 最大那個數字就是我們的PSI PSI 那我把懸浮為例跟臭氧 特別放大的原因是因為 這兩個頑葉是台灣主要的空氣污染物質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台灣的主要空氣污染物 空氣污染物 空氣污染物質 就它 PSI 然後呢 就背這個就好 一般老師考這個就考這個 PSI 50以下叫做良好 100以上叫做不良 一般老師考試就考這晚頁 你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你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記住就可以了 然後前兩天看一個新聞 我們偉大的教育部打算在PSI 打到400以上的時候 放假 喔 400以上的時候放假 它說是要為了應付大陸殺塵爆 不過PSI不見得是殺塵爆 因為它是有臭氧什麼之類的 不過 殺塵爆就是所謂的懸浮為例 所以 看到教育部說要定個辦法 PSI失敗以後就可以宣布放假一天 放假一天 OK就是 PSI跟空氣品質的狀況 OK嗎 好 好 那我們要控制污染源 來我們 然後來減少我們的傷害 空氣污染 改用無鉛汽油 就減少鉛污染 煤炭先脫流 就不會有流氧化物 然後呢 用較少的能源 比如說推行瓦斯公車 瓦斯計程車 因為瓦斯就是 燒完就只有二氧化碳跟水 沒有別的東西 所以就比較乾淨 所以就比較乾淨 好 然後呢 進行檢查 這個汽車機車都要做這些 尤其是機車要做這個檢查 讓你的出來的排氣是乾淨的 我們講過了 台灣的主要污染源 是汽汽車的排氣 然後呢 再來有管制工廠 管制工廠 這是它的工廠 然後呢 盡量不要使髒的東西 跑到空氣中 所以呢 會有洗底塔 會有觸媒轉換器 觸媒轉換器 可以把氮氧化物轉變成 氮氣跟氧氣 就沒有什麼傷害 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些控制的方式 就是有關於 控制污染源的情況 可以嗎 可以